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能一起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吗 除此之外 在河北省平泉县举行了一场蘑菇争霸大赛 都有谁参与了这场比赛呢 最后又是谁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不要着急 答案就在本期的绿叶寻中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花辣 稀里花辣的花辣 花辣 你看到我新买的遥控飞机了吗 小朋友们好 和我说话的是稀里 稀里花辣的稀里 花辣 和你说话呢 你看到我新买的遥控飞机了吗 稀里啊 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 花辣 是不是你拿了我新买的遥控飞机 这个呀 那个 这个 是这样的 丑丑要做实验 她说稀里肯定不敢把飞机借给她 我说不可能 稀里从来就不是胆子那么小的人 什么 我不敢借飞机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不但敢把飞机借给丑丑 我还敢去看她怎么做实验呢 就是就是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丑丑是怎么用飞机做实验的吧 他们呀 叫秃旧 总是喜欢站在高高的地方 丑丑丑每次想爬得离他们近一点 忽旧 就飞走了 丑丑想和他们交朋友 真是太难了 于是 聪明的丑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拿着这个遥控飞机和秃旧们玩 丑丑心想 没准秃旧喜欢这飞机 就会和他一起飞下来 然后就有机会和秃旧交朋友了 都准备好了 起飞喽 嗯 臭丑 没关系 再来一次 哇 飞起来了 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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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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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秃旧那边了吧 哎呦 怎么又掉下来了 瞅瞅 再来一次 起飞 起飞 诶 这飞机怎么飞不起来了 会不会是摔坏了 许多飞机 故障 绿叶群统提醒你 爱护小动物 宠我说你 哇啦 你气死我了 弄坏了我的飞机 我和丑丑没完 吉利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 你别说话 都是因为你 你赔我的飞机 怪不得丑丑说 丑丑是个小气鬼 做实验 怎么会没有风险 东西坏了 那是很正常的 可是丑丑最小气了 飞机坏了 它就没完没了 什么 谁说我丑丑小气的 不就是个飞机吗 坏了就坏了 回头啊 我还买个新的送去 丑丑 买新的就不用了 你陪我一起接着看实验 好不好呀 丑丑啊 我看你的飞机交朋友计划 好像失败了 要不你想想别的办法吧 你 你 你是谁啊 从哪儿冒出来的 别摸我的头 本来毛就少 再摸就没了 我不喜欢你 我讨厌你 哎呀 丑丑 你怎么不管不顾的 直接冲上去 就摸人家的头啊 多美丽猫啊 还好 丑丑口袋永远都有好东西 看 丑丑赶紧拿出了秃鹫最爱吃的肉 讨好秃鹫 好吧 这次我就原谅你 可不许再有下回了啊 告诉你 我的名字叫 茂茂 茂盛的茂 就是希望我头上的毛 多一点 茂盛一点的意思 这种不错 我喜欢 看来丑丑的真诚 打动了秃鹫茫 丑丑终于有了第一个秃鹫朋友 看秃鹫那亮闪闪的小眼睛 一看就知道眼睛好使 飞得再高 地上的吃的也能看得清 怎么可能呢 飞那么高 还能看见地上的肉 你以为秃鹫是千里眼啊 那我看电视里 秃鹫从高高的天空冲下来抓吃的 那是是怎么瞄准的呀 鼻子呗 用鼻子闻 那么远 用鼻子闻 绝对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总比你说用眼睛看来的靠谱 你说谁不靠谱啊 你才不靠谱呢 哗啦 你还摔坏了我的遥控飞机 我跟你没完 丑丑丑丑丑 哎呀快救救我吧 为了帮助稀里哗啦解决问题 丑丑拿来了一个编织盒 把肉放在盒子里 再盖上盖子 这样就看不见里面的肉了 可是肉的味道 还是可以从盒子周围的孔里冒出来 看看秃丑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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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好奇怪 猫猫围着盒子绕来绕去 并没有接近盒子半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真是的 我答应了 温柔 他好像是不肯定 最近是不肯定 绿叶寻踪提醒您 小朋友们请注意 森林防火要牢记 犀利 犀利 犀利别生气了 你看秃鹫没有吃盒子里的肉 对 这就是说明我说的是对的 秃鹫就是靠眼睛来寻食物的 你快点认输吧 可是犀利 你说万一是因为秃鹫不喜欢这个盒子才走开的呢 你还不认输啊 好 那我们就接着做实验 看看究竟谁对谁错 第二个实验开始了 丑丑丑拿来了一只毛绒玩具 是只小兔子 兔子 是他们会捕捉的猎物之一 丑丑把这个玩具兔子放在这里 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看看啊 兔子 叫你呢 你倒是动一下了 兔子 你懂这么趴着 一动不动的 多别意思呀 要不这样 你跑 我抓你怎么样 我要是抓不住你 我就不吃了 你看这个游戏是不是很公平啊 兔子 兔子 和你说话呢 猫猫看上去好像还挺喜欢这只毛绒兔子的 一直围着它走来走去 可是猫猫 这是一只假兔子 不会和你玩游戏的 哈哈哈哈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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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实验说明秃鹫是用鼻子来找吃的的 凭什么这么说呀 你想啊 冒冒一直为这玩具兔子转 他为什么没有吃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早就闻出来 根本就没有兔子味 没有味道 他是不会吃的 所以说还是他的鼻子好使 肯定是冒冒一早就看出来那就是假兔子 所以呀 还是他的眼神好 肯定不对 你再说我不对 你怀我的飞机 怀我的飞机 丑丑 救命啊 救命啊 为了帮助稀里哗啦解决问题 丑丑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拿起肉放进毛绒兔子的肚子里 然后再将兔子放回原来的位置 干嘛 怎么又是你呀 别怕 我不会吃你的 兔子 兔子 和你说话呢 哎呀 真不好玩 我也不理你了 看来丑丑的实验又失败了 等一下 猫猫突然转身咬住了毛绒兔子 里面的肉他一口都没有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鼻子不好使根本没闻到 没闻到他怎么会突然转身咬兔子 他肯定闻见里面的肉味了 那根本就是闻不见的 他是生气了 和兔子说了半天话 兔子不理他 他才咬兔子的 你瞎说 你 你 你说谁瞎说呢 你怀我的摇抗飞机 我跟你没完 救命啊 林伯伯 林伯伯 猛琴呢 是一大群非常非常凶猛的鸟 这些鸟飞得高 眼睛呢 有特别特别的锐利 几百米的空中 可以看清地面的很小的一些动物 那么突舊呢 是猛琴林比较大的一种动物 这种动物呢 他主要是吃这个腐烂的食物 主要是一些动物的尸体这样的 所以说呢 他有草原清道夫的这个称呼 他主要靠视觉跟嗅觉来发现食物 我们做的实验 你看那个兔秀 给他肉 他可以把它吃掉 当把肉这个尝起来 把味道呢 变得不太容易 闻到的时候呢 他又没有办法找到 当给他一个兔子的玩具 他也无动于松 但是你把他里面塞上肉 他就闻到肉的气味 然后他就上去 把他这个兔子呢 里面的肉 力度把它拿出来 虽然他没把肉扒出来 只是一个方法问题 但是他发现他了 证明他的嗅觉 在这个腐蚀的时候呢 还起到一定的作用 诗里 诗里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你看 我们都说对了一半 哼 我不想理你了 我再给你买个遥控跟机好不好 你别不理我呀 你是我华拉 最好的朋友了 哼 诶 对了 希莉 我记得前两天 小柯哥哥带着他的朋友们 去参加了一场蘑菇争霸大赛 诶 他们是去哪来着 你肯定不记得了 谁说我不记得了 是河北省平泉县 小朋友们 一起来听听蘑菇争霸大赛的故事吧 小朋友们 立野行踪提醒您 遇到雷雨天气 一定时刻牢记 远离大树躲避 不要拨打手机 远离大树躲避 四季师父 把声开大点 大家听 什么大赛 绿叶寻踪 蘑菇争霸赛 你是动物专家 人家蘑菇是单子军亚门 散军木 散军鹤 那不是动物科 别是他超 我是个动物专家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也是个植物专家 保护生态 植物动物 都在其中 小柯哥哥是全方位人才 真厉害小柯哥哥 吹牛 要不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争霸赛怎么样 兴许 兴许我还能找到创作灵感呢 行了 我们去停泉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你们到底要去哪 自由行业不能这么自由 本来我们就是想走哪停哪 去参加蘑菇争霸赛 多刺激啊 快开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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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 加油 谢谢 大家好 欢迎参加绿野寻冬杯蘑菇大赛 我们平全线 自古代就是有名的野生蘑菇集散地 现在呢是全国有名的食用军之乡 2013年我们全线的食用军产量 预计达到4亿多盘袋 另外呢我们平全线 还有40多家龙头企业加工蘑菇 现在我宣布绿野寻冬杯蘑菇争霸大赛 现在开始 你们的分组选定了是吧 选定了 那我宣布任务 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深无分文的情况下 在三个小时之内完成两个任务 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双包菇栽培基地 找一个小男孩 他会给出下一个任务 双包菇基地 走喽 白局长 来我们照照相 自拍一下 来 笑一个 一 二 三 结字 别逗了 没时间了 白局 我们也走了 我们也去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没法坐公交 也没法打车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急死我了 急死我了 淡定 淡定 看我的 师傅 我们要去双包菇栽培基地 您能带我们一下吗 正好顺路 上车吧 你人越好 快来快来 师傅 我们能搭下您的车吗 借给我们了 我去做副大使 走走走 啥意思啊 那辆 啊 那辆 哎呀 我跟你们说 那个地儿老壮过了 那蘑菇老多了 那就一个漂亮 就那蘑菇拿到家 啪的一瞅 老好吃了 是吗 四七师傅 我最爱吃蘑菇了 哎呀 小天 快到了吧 哎呀 快到了 快到了 哎 这样 我有一把口琴 我的口琴吹得可好了 嗯 啊 别别别 你吹的是啥呀 别吹了 难听死了 别吹了 其实我跟你说啊 我是个动物专家 我还知道啊 好多动物也爱吃蘑菇 你比如像熊 松鼠 还有很多昆虫 昆虫里有什么 孤蝇啊 孤蚊啊 哎 跟你说那个孤蝇孤蚊 别聊 别聊了 四七大哥 咱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到啊 哎呀 哎呦喂 怎么了 开过了 哇 实在对不住啊 你看我这着急回家 也没过多少 往回走一点就是 对不住啊 对不住啊 小天 你慢点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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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你们下一个任务吧 这是任务啊 那不是 是我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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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拿一个箱子 两队分别采蘑菇 看哪一组速度快 种类多 重量重力 加油 祝你们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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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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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天啊 开工喽 哇 哇 等等啊 我给你介绍介绍 这个呀 就是双包菇 双包菇它子实体中等至稍大 均肉白色厚 均盖也是白色到乳白色 可食用 对了 一会儿啊 我们还得去采别的蘑菇 所以说我得好好量一量它的体积 把箱子给装满了 对对对 好嘞 干活 干活 你有完没完 你就知道拍照片拍照片 拍张照能耽误多长时间 我跟你讲你早上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就搭不着车 你搭不着车你更耽误时间 得了吧得了吧 咱们搭车 那是司机师傅的心眼好 你不去我去叫车 司机一定也给停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不能无视我的贡献 你除了拍照片就知道拍照片 拍照片拍照片 你以为你长得多漂亮 小客不跟你玩了 讨厌 我还不跟你玩了呢 我快摘蘑菇 不对啊 他不跟我玩了 谁和我摘蘑菇呀 美美 直径是一二三四五点了 什么意思 这个蘑菇的体积也差不多 哇 看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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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色豆一般的土地 哦 乳白色的蘑菇 多么美丽 多么富饶 这 就是艺术家的天堂 我 不禁想请一首歌 残蘑菇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小竹花 美美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就原谅我 我就是个饲养员 都怪我说错话了 你就原谅我还不行 算了 不跟你计较 采毛哥去 有一第一比三第二 采毛哥 踩蘑菇 这么多双蘑菇 小哥 还有种类多呢 不能光看树呀 是啊 还得种类多 哎呦 你要不等我 等我一会儿 小天 别撤了 别撤了 第一组都已经踩完了 快啊 来不及了 行了行了 快走快走 快走快 快快快 快快 小哥 绣珍菇 又是一个平衡 来了来了 真可爱 这就是艺术 这就是艺术 哎呦 你别找了 快点吧 都快忙死我了 够了 够了 够了吗 多来几个 多来几个 来 地上还有 来来 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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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这些人 呃 再来 走 烟喽了 艺术家 慢了 critic 慢点 藝術 我 我要掉下什么呀 过过过 等一下 怎么 先把蘑菇放 小碧 我觉得我的蘑菇还是扯得不够多 怎么办呢 这样吧 我书包里有个外套 我们家回去 回去踩点 走 走 累死我了 怎么样 踩的够多吧 我看不错 走 你们总算到了 你们的时间刚刚好 两小时 59分 59秒 你们这组超过了十秒 三小时09秒 还没看肿类和数量 重量呢 对 看就看 谁怕谁 先来 你们这组是 锈针菇 香菇 松包菇 三个瓶爪 重量呢 是 四十斤 你们这边也是 锈针菇 双包菇 杏包菇 也是三个瓶爪 重量 四十五斤 比他们重 我们比你们重 我们比你们快 比你快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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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得宣布不赛结果了 这一次打赛 比赛的结果是 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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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有奖励吗 奖励结果就是 来来来 本次魔乌大菜的奖品就是 是什么 魔乌烟 在自然界里边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 相互相同的 比如说这个蘑菇 它在自然界中的繁殖呢 是靠包子的弹射来完成的 它自身弹射达不到的地方靠什么呢 就是靠动物 动物吃了这些蘑菇 它们排布的粪便呢 就把它包子带到四处 所以呢 那里就长了蘑菇 另一个方面呢 动物的粪便呢 为这个蘑菇的生长 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例如说 在清代我们平权的限制中 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蘑菇 叫营盘蘑 就是因为当时住均的地方呢 有很多马粪 粪壤 肥沃故意的 蘑菇才会鲜美 这就是我们的有力的佐证 这样吧 今天景色 这么美丽 外加这么一大珠子蘑菇宴 我即兴创作一首歌曲 来林导 来来来来来 吃蘑菇有力量 停停停停 这是你创作的呀 这明明是全国少儿歌语大赛里的吃蔬菜 就是 改编 改编嘛 有你那么改编的吗 你这么改编 我们也会是吧 来小碧给来一道 吃蘑菇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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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蘑菇神迹方 故事讲完了 我们走吧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